HELLO YOUTUBE 大家好 今天呢我非常的開心 因為呢又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開箱文 那這次的開箱文呢是我在iherb.com上面那個 網站買的一些彩妝啦 然後跟一些日常用品 那就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首先呢我們先來看它的外箱 外箱的話呢就是可以看到 非常的環保的一種就是環保紙箱 然後呢上面他們現在就是網站聲音做很大 上面呢除了有英文之外啊 還有就是你看有日文啊 然後還有就是簡體中文 對了如果呢你是住在內地的朋友們 請可以看一下他們的就是網頁的部分 中文版 因為他有提到好像就是花 超過60塊 但我沒有仔細看 不知道這60塊的美金或人民幣 然後你就可以想就是 國際免運費喔我覺得這還不錯 所以我猜比較有可能是美金啦 因為這樣一千八聽起來比較合理 如果只是60塊人民幣就可以 國際免運費感覺好 感覺他們好像應該會虧本吧 好現在就先來看一下我都買了什麼呢 首先呢可以看到就是這三個綠色包裝 這個呢是 算是某種的 某種程度上的垃圾食物吧 就是 吃義大利年用的一些就是醬料粉 然後呢這是我自己非常喜歡吃的東西 因為這個在台灣就是 我在Jason's Market也找不到 然後在CD Super也找不到 所以呢有這個網站 我真的覺得它是我的救星啊 我就可以繼續吃我的一些 我愛的一些美國垃圾食物 好的然後呢就是這個是口味 第一個是四種cheese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 青醬口味 然後再來這個是就是大蒜跟香料口味 然後再來的話呢是什麼 再來喔這個就是我買的 ELF的那個這個粉底液 然後他們還蠻好的就是 如果你是買液態的東西的話呢 它都會幫你放在一個就是 像這樣子的一個透明夾鏈袋裡面 就是可以放置它就是 你的液態的東西外露 然後我買了就是我買兩個ELF的那個粉底液 我看一下另外一個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就是沒有給那個 沒有給那個夾鏈袋 但沒關係 然後我買了兩個ELF的那個 粉底液主要是因為呢 我不太確定就是它的色號 我哪個比較適合 所以我就買了兩個色號 一個呢是Sand的色號 然後另外一個呢是 叫做Buff的色號 這兩個色號呢都是比較偏 就是健康膚色的 是我喜歡的色號 然後另外的話呢 我還有買了一個就是這個 嗯這個是那個乳油果的乳液 因為呢現在冬天到了嘛 所以呢就是可以擦比較滋潤的乳液 然後它這個並不是什麼大廠牌 所以其實沒有很貴 如果味道不好聞呢 我就自己加我的香精油進去混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的話是這一個 是ELF的那個礦物的 嗯 唇膏 是它的外包裝 那因為其實它們的東西都很便宜啦 所以就是可想而知也就是 它們的東西都是大陸做的 然後就是包裝也都是蠻簡單的 就是黑色這樣子 然後我買的色號呢是 就是6701叫做就是 Nicely Nude 就是還蠻裸色的這種感覺 這個唇膏也很便宜 它才5塊錢美金而已 所以呢大概就是台幣150塊不到 剛剛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它是大陸做的 這裡可以看到就是它是大陸做的 然後呢它是在就是 它它會有寫的就是設計呢是在美國 就是說它是屬於一個美國的品牌 好的這個呢就是 ELF的那個唇膏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買的這一個是 密封的那個就是面膜粉 這個牌子其實我完全沒有看過 但是主要就是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就是嘗試新東西的人 所以呢我就是也是買來玩玩看 反正它們的效果也就是說 可以保濕啊 然後就是可以看起來比較年輕嘛之類的 那就買來玩玩看囉 然後這也不會很貴 這個好像也是大概5塊錢美金左右吧 嗯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我愛膏狀的那個體香膏 勝過於就是 噴霧狀的 所以呢這個呢 又剛好是我喜歡的味道 就是薄荷的 所以我就更一定要買啦 然後這個一樣呢它就很貼心 就是我有給了一個夾鏈袋 這個呢也就是那個 ELF的那個 腮紅液 3塊錢美金吧我記得 所以就是 差不多不到90塊台幣 這個的色號呢 叫做 Headliner 這次買了很多ELF的東西 因為呢其實它們的網站上面就是 沒有太多就是一線的化妝品品牌 大部分都是 嗯 我們在就是台灣比較少認識的 除非就是你可能 嗯 對美國的藥妝店還蠻順 就會知道說它上面有蠻多 就是你看過的 二三線的就是 化妝品的牌子 那 ALF啊還有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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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算是 比較在就是 大家熟的牌子 然後 這是在它們網站上面 找得到的東西 這個是打底膏 然後這個 另外一頭呢 就是 你可以把你的那個 眼影粉呢 跟就是它這個 sealer呢 混在一起之後 你就是可以把它變成就是 眼線的 就是 畫眼線的眼線液 那我覺得它還蠻有趣的 所以我就想說可以買來玩玩看 這個一樣就是 我記得是三美金 所以價錢都很便宜 然後 另外一個的話呢 也是 ELF的產品 這一個呢 是 眼睛的遮瑕膏 然後跟 打亮棒 然後也是三美金 我這次買了很多ELF的產品 之後呢 有空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它們產品的一些有缺點 再來的話呢 我看一下 喔 這個一樣也是它們的產品 然後 這個很有趣 這個呢 就是你的那個 化妝的修正液 我覺得這個東西太好玩了 所以就一樣買來玩玩看 然後呢 它也是三塊錢美金 再來的話 這個是 喔 它們像iHerb 我覺得它們的網站不錯 就是 你在每一筆的訂購的 的東西裡面呢 你都可以選擇一樣 就是免費的試用品 那我這次選擇的試用品呢 是那個 就是蜂蜜的 護唇膏 然後 我選的是 就是 原味的口味 那這個 USDA 就是有那個 有機認證 然後反正 就是也不用錢啊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 到它們的網路上買東西 一定要記得 就是去它那個 免費的試用品區呢 去選一樣東西 要記得 就是只能選一樣 因為選到第二樣之後呢 它就是會 以原價來做計算 這一個呢 就是它 應該他們送的試用品 就是 它在就是 網站上面有提到 就是你每一次的訂購 上面都會有送一個 小的試用品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試用品的東西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看起來 嗯 很便宜的一個 就是一次性 就是 免洗的那個 浴帽 然後上面有它們公司的名字 這個呢 是我覺得它看起來 非常的複補 很可愛 然後這個 就是 一個在美國 歷史蠻悠久的一個 那個 金鋁梅的化妝水的一個牌子 這個我買的是就是 沒有酒精的部分的 那個金鋁梅 就像 如果說 我們女生就是 不是夏天容易出遊啊 或是長痘痘呢 就可以用這個來敷臉 當然就是 如果你想要就是 用比較好的牌子 就是 Kiehl's也可以找到 一樣的產品 然後這個呢 它還有就是 很多的味道 就是還有 配什麼 水蜜桃的啦 然後也有配什麼 黃瓜的啦 那 我這次買的就是 以 就是主要就是那個 以沒有酒精的為主 然後 最後一樣東西呢 就是 嗯 促使我呢 就是 這一次的 訂購的 最大主角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Real Technique的那個 刷子 這個東西呢 其實我等了非常的久 然後呢 就是 我之前其實就很想要 上iHerb網站買東西 但是因為它缺貨 所以呢 我就立馬把這項產品呢 就是放到就是 就是到貨 請通知我嘛 我就趕快就是 填寫那個東西 然後當我的 就是一收到 它這個E-mail的時候呢 我就立馬到 他們的網站上面去 就是 買東西了 之後也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這一組 限量版的 Real Technique的那個 刷具好不好用 這一組呢 就是 也是 不會很貴啊 29.99美金 總共就是 有 六支刷子喔 所以呢 一支刷子 就是差不多 五塊錢美金 那也就是差不多 折合台幣 150塊錢不到 嗯 希望呢 他們真的可以就是跟 網路上售的一樣好用囉 這樣呢 就是我這一次就是 嗯 在iHerb上面買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網站真的不錯 尤其是如果說 呃 你跟我一樣就是 非常的喜歡吃營養骨片的話呢 他們的網站上面的食品區啊 有很多 看起來很好吃的 營養骨片 最主要他們以前有名 就是因為他們買很多 呃 就是 便宜 然後有 就是有通過認證的一些有機食品啊 還有零食等等的 或是像比方說 就是你有在吃就是一些營養品啊 或是你有在健身吃那種 就是蛋白質粉的話呢 他們網路上都有蠻多這些東西的 那我覺得最好就是呢 你第一次訂購的時候呢 只要就是超過40塊錢 就可以摺底10美金 買超過60塊 你就可以大概得到 額外另外就是5%的折扣 所以我這一次買的東西 總共是80幾塊美金 然後折扣完之後 我大概 嗯 用了折扣碼 大概折了差不多將近15塊錢美金 我覺得真的還蠻划算的 那尤其呢 就是我覺得他們有一樣非常好的 就是配合活動 就是DHL 就是有配合就是 4天就是可以抵達台灣的 國際快速運送的部分 只要4天就可以到 真的4天就到我家了 你只要是購買就是8磅重以內的東西 大概就是2公斤左右的東西呢 運費只要8塊錢美金 超過第8磅之後嘛 的第9磅 每多一磅好像就是多4塊錢美金 我覺得蠻好 就是像比如說我這次訂購完對不對 他就是會給你一個訂購清單 然後呢他就是給每一個消費者都會有一個像這樣子的 一個就是折扣碼 那折扣碼的話就是你可以把它推薦給你的親朋好友 那呢他們一樣就是可以在第一次購物的時候呢 就是超過40塊美金就可以享有 就是10塊錢的優惠 那同時呢就是因為你有推薦 就是你的好朋友使用這個折扣碼 同時呢就是這個公司 他也會從他們自己的行銷預算裡面呢 給你一點點 其實真的是非常微薄 就是一點點的那個折扣金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呢可以遞到他們的網站上面去 就是做個參考 然後呢我有想到就是一個好方法 就是如何就是可以一直使用就是 當作是第一次的客人 我真是一個奧卡 就是呢你可以使用就是你的親朋好友啦 你的爸爸媽媽媽哥哥姐姐的email囉 然後再重新申請一次新的帳號 這樣呢你就是可以當好幾次的第一次客人 然後呢就是可以再每次買超過40美金 你就是可以折扣10塊錢囉 然後呢如果或是說像你沒有要買很多東西的話 當然就可以找朋友合購啊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分攤運費 這樣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划算的一個好方法 今天的介紹就先到這裡囉 呃如果你對我的影片有任何的建議啊 或是有什麼問題呢 都歡迎寫信啊留言給我囉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是歡迎大家按讚跟訂閱囉 那今天就先這樣囉 掰